如果說你買一隻雞 要花這麼多的鈔票 如果你本來吃一碗麵 是100塊 現在這一碗麵一樣大小 要你83000 你要不要造反 這地點發生在南美洲的五六內南 這當地的通貨膨脹率 已經來到了百分之 我都不太會算了 83000 這個完全沒有想到 這國家在二三十年前 還是南美洲非常有錢的國家 它的石油儲備量世界第一 到目前為止也就是世界第一 當你有這個石油 讓他們的國家財政也不錯 社會福利都很好 算是南美洲的有錢的國家之一了 而且貧富差距非常的小 但沒有想到現在通貨膨脹率如此之高 結果現在民心思辨 出現了一個狀況 就是當地的反對黨的領袖 給大家看一下 瓜伊多 又有人翻譯叫做蓋多 他就在一個集會議員上面 宣布他現在自己就是臨時總統 當然對於這一點 我又對大家的現任總統 馬杜洛就完全不承認 而且立刻在當地呢 就開始進入了緊急的狀態 那美國的川普 他是支持這個反對黨的領袖的 中國大陸支持現任的領袖 那好了 現在中俄的勢力也在美國的後院 跟美國開始展開 等一下我們來詳述一下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不過先前浪老師 這一個委內內 到底在這二十年發生什麼事情 從一個世界上有算不錯的 有錢國家變成這個樣子 第一個是世界大環境的變化 那就是那個シェルオイル的 油業鹽的這個技術的突破之後 使得整個世界的賣油的國家 都面臨挑戰 油價下跌 對油價暴跌 這個是一個大環境的因素 再下來就是小環境的因素 就是這個國家 它因應的外面出現的這個變局以後 這個它最主要的 它九成以上出口都是石油 那這樣子一下子 太單一了 對如果原來是100多美元的一桶的 一下跌成變成20幾桶 20元或40元一桶 那差太大了 對它經濟而且是九成 這個對它經濟衝擊太大了 所以它過去它的經濟就沒有把它這個 把產業多元化 就集中在這個油 就靠油 然後它原來還有這個政府 給予這個民眾 像社會主義那樣 福利 福利非常好 那這樣子這一下來了 它這一下以後完全 全部都不能夠按照這個來處理 石油沒有像過去那麼值錢 對 政府的錢 它在當時石油值錢的時候 做了太多的社福支出 變成了很大的財政壓力 當時是應該要把這些錢 能用去產業多元化 但是沒有做到 對 我為什麼有個背景說是 中國大陸害他們的呢 我給大家報告一個 相關歷史背景 就是在當時他們選擇 比較走在政治意識形態上 跟中國大陸比較接近 所以他們就用石油 去跟中國大陸換一些貸款 換了貸款 這邊的數量是 從過去每一天提供10萬桶油 換取40億美金的貸款 到現在變成輸出70萬桶石油 跟中國方面累積了 高達500億美金的貸款 也是因為 就是美國之前 批評一帶一路造成很多國家 叫什麼債務外交 的一個債台高速的狀況 在美國已經發生了 是這樣 這個還算合理啦 因為中國本來就進口石油 全世界最多的國家嘛 那他確實需要這個貿易啊 然後他沒有現金 就用油來換嘛 這個很正常啦 這個不是一帶一路啦 一帶一路是說做基建 做基礎建設 讓你現在沒錢 我先幫你墊款 那個 所謂的債務外交的思維上面 是不是有一定邏輯上的 邏輯上當然是 可是賣油的國家都是這樣 你貸款給他嘛 就讓這個國家 變得欠你很多錢 不我知道 可是剛剛那個劉教授講的才是 真正的要害嘛 就是人家撥安國家 比如說我們講杜拜好了 人家杜拜就是經濟多元化了嘛 那現在就有其他的產業出現了 他本來也都靠油啊 可是曹維茲就是沒有做這件事嘛 其實也不是馬杜洛啦 是他的前一陣 曹維茲留下來的爛攤嘛 那曹維茲又好大喜功 搞一些社會主義有的沒的嘛 那老百姓就變懶惰了嘛 然後 國家又有錢 隨便就可以領到社會津貼 所以他什麼也不學 那就靠國家吃嘛 那現在突然之間油價暴跌 就整個卡住了嘛 甚至於還包括貪污啦 我說實在啦 就是 他連那個石油工業通通都是國家的嘛 那他的效能也比人家差 那 效能差然後產量又比 就本來那個效能應該要更好 然後反正就貪污嘛就一直爛著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坦白講馬杜洛是 在 撿了一個爛坑啦 可是他又非處理不可 那當然也包括他選舉作弊啦 這個 很多人懷疑啦 說他去年六月那個當選 是有問題的 事實上你不要以為只有美國反對他 事實上美洲國家也分裂 美洲國家事實上也有好幾個國家不承認他 是是是 就認為他選舉有作弊啦 你剛剛提到一個 反美社會主義路線嘛 就是之前 普瑞瑞拉他們所選擇走的道路嘛 對 他們所選擇走的道路因此跟 中國大陸跟俄國比較親近一些 跟美國相對來講比較疏遠 也因此在這個瓜伊多 他宣布自己是臨時總統之後 川普就立刻承認他了 對 然後 這個馬杜洛呢 現在獲得中國跟俄國的一個承認 我想請教金平 那等於是美國的後院 你中俄 跟美國又延伸一個角力在那邊 其實中俄一直想要進入委內瑞拉 看委內瑞拉過去十年 因為這樣一個石油輸出產油的一個大國 俄羅斯在過去十年這個 在中間委內瑞拉獲得利益 就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俄羅斯在委內瑞拉有了五處的重大的這個油田 然後呢 而且去年十月 他們還派了兩架的這個 帶有核彈頭的戰略轟炸機 到委內瑞拉參與他們 該國的他們的一個海空軍的這樣一個軍事演習 意在警告川普 你別想動這個委內瑞拉 馬杜洛政權的腦筋 那這一次再加上 剛剛提到的這個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的這個問題 還有包括債務外交的延伸 那其實委內瑞拉也一直很欠缺錢 因為馬杜洛雖然是 過去他已故的這個領導人 查維茲指定的這種左派繼承人選 可是因為上台的這個五六年來 經濟凋敝 而且通行文件 對 毫無見數 而且他採用的這個政策 實在是非常的糟糕 他是一個碼頭搬運工人出身的一個人 馬杜洛 但是彷彿他對經濟好像束手無策一樣 所以也仰賴了這個外援 除了俄羅斯剛剛講跟他做生意 中國大陸也是啊 所以剛剛講一帶一路 他也提供了他500億美元 這樣一個援助 然後甚至呢 去年9月馬杜洛去造訪習近平接見的時候 還當場承諾他給他50億美元 而且後來還延緩了 Delay他六個月 還款200億美元的這樣的一個償還期限 也就看得出來說 中方也想跟委內瑞亞 透過這樣的一個建立南美洲的這個 友好親中的政策 算是一些左派國家啦 包括古巴啦 波利維亞啦 委內瑞亞這些反美左派 我就追問這個問題 現在這個情緒 馬杜洛已經說 他跟美國斷交了 對 好 那現在這樣情況之下 要72小時美國外交官驅逐出境 是 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到美國不承認 所以川普又蓋那邊反移民啦 蓋長城圍牆啦 會不會變成一個連鎖效益 會 反美反川普 反美反川普這個是一定持續的 從南美洲到中美洲 一直反美國 但是這個能夠多大 要看你美國有沒有 有沒有想到川普你會最後 這個急性子 實在是忍不住動尾條啊 直接派兵去干預 否則委內瑞亞這個僵局 短期內難解 不軍方支持馬杜洛 對啦 軍方的像這個 委內瑞亞的這個國防部長 派屈諾就說 他們支持這個 馬杜洛政權 是唯一的三軍統帥 而且 不承認這個 好像自行宣稱是總統的 像瓜伊多 瓜伊多只能夠採取的方式是什麼 除了川普現在承認他之外 其實也有幫助 瓜伊多 因為 委內瑞亞在美國有一些很多的 包括他的大使館資產 他如果承認瓜伊多這個總統政權的話 他可以把這些資產交給瓜伊多這邊這一派 然後甚至其實還有一些國營事業在美國也有他的一個公司 也可以讓瓜伊多幫助他去了解一些這個金脈 那雖然馬杜洛在委內瑞 反而是掌握有私權 美國這個舉動其實很罕見 很少一個世界的大國家 他去承認一個沒有辦法去有效控制整個國家 社會經濟 政治形勢的一個 這個臨時的政權 像美國川普就故意承認瓜伊多 這是蠻照鏡的一個舉動 但是他打的算盤就是什麼 他就不能在這個剛剛講的說 在反美的這波浪潮當中他所築起來這個牆給倒下來 而且他說不排除任何舉動 雖然美國現在表明說無意軍事派兵干預 但是也不排除萬一將來走到 局勢一發不可受死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川普不會採取這種大膽的行動 川普今天就已經問過他的幕僚了 他說為什麼不能夠派兵出兵去倒 他就想嘛 他自己就已經好幾次說要推翻這獨裁者馬杜洛了 現在這時機點 你認為川普就算美軍不直接去 他會不會讓周邊的他代理國家局發動戰爭 馬杜洛是民選 不是獨裁者 在川普的眼中啦 在川普的眼中 他不是伊拉克啊 川普就會把他行妖魔化說他是獨裁者啦 川普真的他會 他自己美軍不出動 他找南美洲的一些 跟美國比較有盟友的關係 去打這個代理戰爭會不會有可能 最近也是有問這個巴西嘛 因為巴西也支持美國的立場 巴西的新總統上來 但是 巴西他們實際上也不太可能真的是會用武力去對付啦 對 因為呢 這個關鍵呢 這中間就是一個複雜的因素啦 這反美的氣息是在拉美非常旺盛 對 只是說 理念上來講 大家還是比較 自由民主的嘛 比較多嘛 比較 支持美國 但是並不代表說 他們之間 拉美自己互相要 會為了這樣 去打 那這個事情不太可能 那這個地區不太容易 我以為你從台灣看這個事情 這個有比什麼任務台灣的起義